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话说古时,在离京城二十里的地方 有一个小镇子,小镇中有一个兴旺的木匠 王木匠长得瘦骨临寻 尖嘴猴腮的,嘴角还有一颗诺大的黑质 走起路来还一摇一晃的 可就这样一个人,他在小镇中的名声却非常好 要知道,王木匠可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碰到谁家有困难,他都会伸出援手帮助他们 邻里邻居们都说,王木匠可真是一个大好人 这天,王木匠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便在家中做了一大桌子好菜 就等着自己两个儿子回来吃饭 要说王木匠的两个儿子 大儿子名叫王德义,今年十一岁 虽说身体还没展开 居然比同龄的孩子高出了一个头 可王德义并没有仗着自己身材高大 就欺负那些瘦小的孩子 他和父亲王木匠一样 心地特别善良,不光不欺负他人 若是碰到谁欺负自己镇子上的人 他还会伸出援手保护他们 可是小儿子王德乘就让王木匠操心很多了 他和哥哥王德义是双胞胎兄弟 但是王德乘长得却没有哥哥高大 不仅这样,王德乘小的时候 由于摔了一跤,脸上受了伤 长大之后,王德乘一笑起来 脸上的伤就特别的明显 所以王德乘自从长大之后也不怎么笑了 整天搭拉着脸,好像谁欠他且似的 王木匠和哥哥王德义都知道 王德乘因为自身的相貌 从小便受尽他人的欺负 所以一直以来都会用尽全力保护王德乘 只要王德乘和别人吵架 不管是不是他的错 都会把对方狠狠地数了一番 从来不会责怪王德乘 这样就使得王德乘的性格变得 越来越蛮横无礼 此时的王木匠虽有新管教 但是王德乘已然长大了 早已经不听他的管教了 就在这个时候 哥哥王德义带着王德乘回到了家中 紧接着,王德义笑呵呵地对王木匠说道 父亲,我们两个今天上山完的时候 竟然碰到了一个箱子 我们两个好奇呀 便朝着那个箱子走了过去 奇怪的是,那个箱子也没有上锁 我便把那箱子给打开了 结果发现,那箱子里面居然有一块玉佩 我们便把那玉佩带回来了 希望这块玉佩可以保佑父亲长命百岁 王木匠听了惊讶地张大了嘴 就在这个时候 王德乘看到王木匠惊讶的表情 不由地笑出了声 但是很快地 他又把脸拉下来了 王德乘对王木匠说道 爹,我哥说的这话你都信了 这块玉佩是我哥专门给你买回来做生日礼物的 不过并没有花多少钱 就是为了图您能够开心一点 王木匠听了 虽说心疼钱 但是看到两个儿子的一片孝心 欣慰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 一家人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 吃起了饭 正在吃饭呢 王德乘仿佛不惊一般地对王木匠说道 父亲,我们的母亲到底是谁啊 我们怎么从来没见过他呢 王木匠听完之后 不由地握紧了手里的筷子 好像下定决心似的 咬了咬牙 缓缓地说道 这个问题 你已经问了好多年了 今天我便跟你们说吧 你们的母亲长得特别好看 我和她从小青梅竹马的 可是她在生你们的时候 难产去世了 所以你们也从来没见过她 说完之后 王木匠便埋头吃起了饭 可是王木匠没注意到的是 哥哥王德义听完之后 感动得热泪盈眶 而弟弟王德胜 此时却表现出了一脸的厌恶 谁都不知道王德胜 此时在想什么 后来 在王木匠的安排之下 王德胜由于身材没有哥哥强壮 便跟着王木匠学习木工手艺 不用看他人的脸色 也不会受欺负 而哥哥王德义 被王木匠安排到了镇子上的老屠夫家中 学习屠宰手艺 因为老屠夫为人较为苛刻 所以 王德义常常十天半个月 才能够回来一趟 转眼间 五年时间过去了 王德胜已经把王木匠的木匠手艺 全都学到了手中 在王木匠和王德义的宠溺之下 王德胜已经变得无法无天 甚至都不尊重王木匠 有的时候 只要王木匠给他做饭做得慢了 王德胜便会对着王木匠大声地咆哮 使得王木匠特别地伤心 可当哥哥王德义回来的时候 王德胜便会装出一副家庭和睦的样子 王木匠虽说心里特别难受 但是也不敢对王德义说出此事 要不然的话 这个家就不是个家了 本来王木匠想着自己的退让 会让王德胜慢慢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可万万没想到 却让王德胜变本加厉 这一天 王木匠干完活之后 便到厨房中做饭去了 由于太过劳累 王木匠便躺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 没过多长时间 王德胜看到饭还没有端上来 心生好奇 便朝着厨房走了过去 看到王木匠躺在厨房的小床上 正在休息呢 气不打一处来 随手抄起了地上的一个棍子 便朝着王木匠打了过去 王木匠被打得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看到是王德胜在打自己 对王德胜咆哮着说道 你这个逆子 你在做什么 竟然打你的父亲 你还是人吗 王德胜听了对着王木匠摇了摇头 厌恶地对王木匠说道 就你也配当我的父亲 你看看你瘦弱无比 一瘸一拐的样子 和我可曾有一分相像 我出去之后被人家说得最多的 就是我的父亲是一个瘸子 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吗 你是我的耻辱 王木匠张着嘴好半天没有说话 他往往没想到 自己的外貌竟然能影响到 他人对王德胜的评价 王木匠又好像想到了什么 叹了一口气 坐起了身子做饭去了 自此之后 王木匠和王德胜便再也没有说过话 对于王木匠来说 他觉得被儿子王德胜伤透了心 他不想和王德胜说话 而王德胜觉得 王木匠对他来说是个耻辱 后来王德胜也慢慢地察觉到不对劲了 便把王木匠接到了自己身边居住 照顾着王木匠的衣食起居 这一年王木匠患上了急症 他感觉自己的大县已经到了 很有可能撑不了几天了 便把王德胜和王德胜兄弟两个叫到跟前 对他们说道 得意 得胜 我把你们叫过来 是想告诉你们的身世 这件事我隐瞒了一辈子 很多年前 王木匠还只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小伙子 由于身材矮小 长相丑陋 当地的女子都不愿意嫁给他 可王木匠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他觉得自己能不能够成亲 都是上天注定好的 没必要强求 相反的是 王木匠特别喜欢帮助他人 渐渐的 镇子上的人也都知道 王木匠心地善良 也不是嘲笑他了 后来竟然有一位叫做刘慧芳的女子 喜欢上了王木匠 王木匠也对刘慧芳特别的友好感 就在王木匠打算去刘慧芳家中提亲的时候 却突然碰到了一件让他改变想法的事情 当时正值冬天 王木匠刚刚出门就听到孩子的啼哭声 王木匠心生好奇 便朝着那个方向走了过去 走过去一看 王木匠发现有一个篮子 篮子中放着两个小孩哭哭啼啼的 其中有一个小孩看到王木匠走过来了 还笑了笑 丝毫不知道自己都快被冻死了 王木匠看到这两个小孩之后 觉得他们非常的可怜 不忍心他们就这样被冻死了 连忙把这两个小孩抱回了自己的家中 第二天 刘慧芳来到了王木匠家里 看到这两个小孩之后 觉得特别惊讶 便问王木匠 这两个小孩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王木匠如实对刘慧芳说了这两个小孩的来历 并且对刘慧芳说道 这两个小孩刚生下来不久 就被父母给抛弃了 上天既然让我碰到 那注定我和他们有缘分 你愿意和我一起抚养这两个孩子吗 刘慧芳听了惊讶地看着王木匠 对王木匠说道 我还没成亲 哪里来的两个孩子 这不是被人家笑话吗 我才不要这样 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说完之后 刘慧芳哭着跑出了王木匠的家门 从此以后 王木匠一个人辛辛苦苦地 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了 在这期间 也有几位女子想要和王木匠成亲 可王木匠都给拒绝了 因为王木匠害怕自己成亲之后 妻子会虐待这两个孩子 王德义和王德圣听到这里的时候 都愣住了 他们万万没想到 王木匠竟然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而是被王木匠给捡回来的 不光是这样 王木匠为了他们不受欺负 竟然一生都没有娶妻 这让王德义和王德圣感动不已 这个时候 王德圣跪在地上 咚咚咚磕了几个响头 当王德圣抬起头来的时候 已经泪流满面了 他对父亲王木匠说道 父亲 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之前对你不好 还打骂于你 我不是人 我就是个畜生 王德圣一边哭 一边朝着自己狠狠地扇了几巴掌 哭了一会儿之后 王德圣对王木匠说道 您一定要身体好起来 您让我好好弥补一下之前犯的错 我之前实在是对不起您呢 王木匠听完之后 欣慰地点了点头 让王德圣来到跟前 对王德圣说道 德圣 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我自己出去 也有很多人说我长得丑 我怎么可能会怪你呢 我就是希望 从今以后 你能够好好的善待 身边的每一个人 不要再蛮后无礼了 知道了吗 王德圣听了重重地点了点头 就在这个时候 王木匠抬起了头 口中喃喃说道 傻孩子呀 父亲怎么可能会怪孩子呢 说完之后 王木匠便去世了 王德圣和王德义虽说心里伤心 但是 还是忍着悲痛把父亲给安葬了 从此以后 王德圣改掉了自己之前的恶习 见到谁都会彬彬有礼地打招呼 再也不会蛮横无礼地欺负他人了 不光是这样 王德圣还把王木匠的木匠铺 做得更大更好了 而哥哥王德义本来就踏实 把老屠夫的屠宰手艺学到手中之后 便回到家中 在自己家开了一个屠宰铺 日子过得也是非常的幸福 值得一提的是 兄弟俩的生意都越做越大 平日之中也是相互帮助 众人都说这兄弟俩的关系可真好呀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